说在前面的话,本视频分析均为个人主观脑洞,并非真实,仅供探讨。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吧。 因为是我妈咪她站着,然后塌了一下腰,塌腰之前还斜眼看了我爸一眼。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磕我爸妈,就是我磕的还是温州。 然后就是看到这张图,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说什么阿旭是吊戏啊,怎么怎么样的,这种都根本就还没有人说。 那我就莫名其妙就觉得我妈她这个很像在勾引我吧,就是从头到脚都带着那个勾子在勾魂的感觉。 然后一直到6月19号的时候,那个红尘姐她放出了这条图的视频嘛,动态版的简直震撼我全家。 就是这个动图必须大家要去看才能够get到这个震撼人心的程度。 然后就是接下来更让我震撼的就是,这一幕它是发生在我爸他喝到了那个solo的豆花之前。 然后我妈不是还撒着胶,让人给我爸加一勺糖那个样子,就特别焦滴滴的。 哦,我一个女的我都做不出来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心血来潮嘛,把这个发到微博,好多人都哇,磕疯了,就问我,这个是不是和我妈给我爸偷偷的吹那个小电风扇是同一天。 我就去翻了通告单,啊,一看,我靠,怎么真的是同一天。 就是命运班的20年的8月8号。 就是说啊,这套就是光看图都让我觉得我妈是在勾引我爸的图哈。 同天还有那种超纲的喂苹果啊,然后握着手喂糖水啊,还有那个啾咪啊。 我就想着嘛,这一天的景都在外面拍的哈,肯定远远不止这一些。 然后我就开始翻我手机里面的那些饭拍视频。 对比这个视频里面他们两个人的造型,以及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的造型,还有周围的布景。 基本上能够对得上两个工作人员的衣着还有背景呢,我就能够判定是同一天嘛。 我接下来给你扒一点就是我挖到的他们同一天里面的那些糖点。 有一幕是我爸他在那边就是穿衣服,然后我妈去闹他扯他的腰带。 然后在那个造型师帮我爸系腰带的时候,我妈他也帮着系哈。 还有一段是我妈他在套上了那个外衫,就是那件它里面是灰色的那种比较深灰色的嘛。 外面是一件淡灰色的那个,他套上了那个外衫之后,然后捏了一把正在整理装造的我把鼻的胳膊就捏了一把就跑这种。 哦,服了。 但是,但是这一段就是捏胳膊我不确定是在我妈给我爸扯腰带之前还是之后。 因为他理腰带的时候,我妈还没有穿外衫嘛,但是我妈他套上了外衫捏我爸手臂的时候呢,我爸他那里又没有系腰带。 就感觉很有可能是同天的不同场次吧,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换那个衣服嘛,比如因为天太热啊,都呕在身上啦,然后就要换衣服。 然后还有一段也是特别特别经典的,是我妈本来很开心的在和我爸聊天对台词啊,突然之间抬头就看到有人在拍他,然后他就背过身。 背过身之后呢,还只给我爸看,我爸就转过来和他一块看嘛。 然后我妈就和我爸一起转身,就是背对着镜头了哈,就有一个穿黑色衣服戴眼镜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是谁啊,到底是,反正我统称工作人员。 然后就可能问了一下,问他们怎么了嘛,然后我妈就在吐槽那个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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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然后我爸就跟这个工作人员解释说,一直是他在拍我们俩的战姐,吓死我了。 然后我妈就是用那个小风扇挡住自己的脸嘛,不让拍,然后在那边跟我爸讲话哈。 然后他跟我爸聊着聊着,就想要把我爸转过去,面对战姐的镜头。 我爸就在那边用扇子挡脸,这一幕真的超经典。 我刚入坑的时候就看了这一幕,好笑死我了。 还有一段就是那个,我妈没飞色舞的,跟我爸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的一个饭拍,也是在这里。 就是这一段,有人配过字,就是配我妈在那边和我爸聊她吃饱了吊威亚的那一段。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get到我说的这一段,因为不能放视频。 还有就是爸妈聊得特别开心的时候,阿湘跑过来和我爸讲话,然后我妈就吃醋了,飞了我爸眼刀,还把我爸给拖走了,也是在这一天。 还有一个是我妈在补妆的时候,我爸不知道跟我妈说了啥,就是当时最开始是有人说这个是在叫她憨包,什么都给你吃霉了,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我妈就逼近她一副要干架,要上手的样子,我爸后退了好几步之后,又那个样子扶着她手臂,半扶半推把我妈架回了原地,也是在这一天。 还有就是两个人撑着一把伞说说笑笑的,我妈那个红亮的笑声能够穿透整条街的,也是在这一天。 还有一段关于撑伞的,就是那个我爸的助理喊着,哎哎哎哎,你有伞你有伞,然后我爸一路小跑,就是小跑向前,身手敏捷地钻进我妈的伞下,也是在这一天,服了。 我靠,简直就无语了,我这边收到的这种饭拍路透,可能都还不是很全,就我只是理了一下我手机里面现存的一些视频,就8月8号就有这个视频。 这么多东西可以挖,我的天,我现在都觉得,就是,吃同一个苹果都不算什么事,揪咪都不算什么事,他们这一整天,就没有停下来过胡聊。 然后今天,我不是转发了一个,就B站的那个,我转发了一个到我的动态里面,就是一个,我爸沉睡花园,不睡花园,我爸不睡花园的一段采访。 我就是觉得,那个乔妹,她并不是在问我爸,她是不是初恋,我确定是初恋吗,这一句。 而是在问我爸,现在在谈的这个,是不是初恋。 然后我爸呢,他是get了这个情况。 所以呢,他特地强调临声势,但是他,他不回答关于自己的问题。 然后,就给了一个警告,一位很严重的眼神,就警告他stop,可以不要再说了。 然后,然后我很磕的点嘛,就是我爸他真的,他所有他在这种公众平台上面,他会露出来的东西,都是他自己想露,想秀的。 他不想露的,就是别人再怎么打探都没有用。 当然就是我妈除外哈,我妈他现在就是针对我妈他给出的问题。 再怎么困难,我爸他都会回答。 然后又因为今天谈起了这个,就是我爸他爬耳朵的事情嘛,然后我就放出了我之前做的一个视频,是一段有关于他们俩在组里面的一个花絮,8月28号的一段花絮。 就是有关于他们两个人要挑那个手帕,给我妈咪擦那个嘴角的那个雪的那一幕嘛,然后当时导演是让我爸挑个红的,因为他穿的衣服就是红的嘛,但是我爸不,他就是要挑蓝色的。 然后我妈看他手里面拿那个蓝色帕子嘛,就吐槽,蓝色是我的颜色。 然后我爸还就是非常理直气壮的回答,说就是你的啦。 中间他们还有就是,我妈让我爸挑红的,就是说是骚红色嘛。 这个发言太大胆了,就是大胆到我那个视频,我连字幕我都不敢夹。 导演他们还逗他,让他拿紫色的哈。 给出的理由是说有玫瑰,我就想说我爸是不是在片场送过我妈很多次白玫瑰啊? 不对,应该说是我妈送我爸白玫瑰,我爸送我妈吴静夏这样子的关系。 哇,我爸到底在片场收了我妈多少花啊? 我爸最搞笑的一幕就是那个看着导演要给他递那个紫色的那个帕子的时候, 他还拿着那个蓝色的帕子向后一夺,就跟像是怕有人跟他抢蓝帕子一样, 那他妈的,就无语至于吗? 然后到了最后他妥协,他说白的也行,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老婆前面说了两次,拿个白的吧? 就是说明他脑子里面天然交战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听他老婆的话。 哼,啪耳朵。 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是会犹豫啊,就并不是说立即执行他老婆的想法。 但到最后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听老婆的。 尤其他拿着那个白的帕子,他还对他老婆说了一句,白的不好。 我真的想说,哇,妈,他真的好爱你,他爱你爱到,就是这种这么迷信的东西,他都愿意拿。 的确白的不好啦,寓意不太好,爸我懂你的。 但是我要说一句,爸,白帕子,然后再加上我妈擦过血之后,那个帕子上面沾着红色的血,这,这,磕疯了,好吗? 然后就是对比他在组里面的时候,这个听话度,以及就是现在的这个听话度哈,我就想到了那个在巴沙的时候,我妈不是唱那个带我走,然后她想让爸也跟着唱嘛。 我爸当时在镜头前他不唱,就是很傲娇的不唱,但是,但是他回去了之后呢,他在电梯里面啊,对着他老婆说跟我走吧。 哇靠,他非常的懂,就是我妈想要他的什么东西,就是承诺也好啊,什么都好啊,然后他也愿意给。 要我说,嗯,他的区别呢,就是,嗯,以前还没有完全被驯化哈,他就是,他在镜头前会有那么些傲娇,他还会就是,可能要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吧,结果就是到了现在呢,哈哈哈哈,哎,他就是觉得,我爬耳朵,我特别的骄傲,嘿嘿嘿,嘿嘿,听老婆的男人,听老婆话的男人最幸福啊,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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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是从老婆的男人才运都不会差, 我笑死了 你就对比一下看看好了 他在那个寸头直播的那个时候 第一次接我在什么时候啊 好好认真回答啊 然后我爸想了半天 想了他妈几十秒啊 我没有算 反正就是真的很久 回答了一个大学的时候 就服了 我妈问他 要想那么久啊 他还回答 我在想要怎么回答 服了 普通同事你完全可以不回答呀 避而不谈呀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非常好刻的点 就是也是我今天在评论里面看到的一条 就跟我当初做他们的那个 暧昧期冷静期以及热恋期的视频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进程 你能够明显看得出来区别的 就是并不是说 直接给你 展现在镜头前 就是我们两个人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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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 但是他们两个人是有那种推拉的那种拉扯感 然后两个人是那个 哎哎哎就是哎怎么说 我都我都不会说了 就是 热血沸腾的那种 就是在谈恋爱的人都懂的嘛 就是我特别喜欢去挖他们两个人组里面的花絮啊 特别喜欢去分析他们两个人在组里面的状态一点 就是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人之间推拉的这种感觉 你来我王子 我直接给你读一下就是那个评论吧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解释的很清楚 就是他们让我感觉到实实在在在谈恋爱 是因为他们之间会随着时间有明显暧昧期热恋期 稳定期的这种阶段 这是炒作所呈现不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们之间不能简单 以某个动作或某个对话就断定他们的关系 而是需要联系到当时两人的发展程度 总之我马比马迷是真的 所以你懂吧 这也是我之前之前经常说的 不能够因为他们两个人某某个时间段 闹一些小别扭 你就说他们两个人分手了 这怎么可能 哎呀我刚刚才回到家 然后终于那边结束了 哎呀我这个星期过得超级超级无敌累 就是我上次做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说不明白话了 不过我今天把这个 你给我的视频从头到尾全部都看完了 我觉得哇塞太甜了 简直太治愈了好吗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存这样的东西 现在再去看我觉得太治愈了 然后里面的好多东西 就是里面的那些片段 我大部分都看过 绝大部分都看过 包括你刚刚就说的那些 我也绝大部分都看过 然后那个你 你说你那个喜欢的那一套图 我是在前 你是不是在微博里面有发呀 我前两天其实有看到 我当时就也觉得好甜的 因为确实是感觉到 他就是挺那个 就是你妈就是挺故意的去 就想吸引你爸的注意力的这种 你知道吗 真的他们两人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你爸是那种 真的是一个 他可能是那种就是在 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就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就他全身贯注的 就是他不管是和谁在一起做事情 只要是说他要工作 他要做事情了 他的脑子里面就只有这件事情 就是他可能在片场什么 他也把神经也绷得比较紧 然后他就在想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妈呢 就是一个本来的性格就特别活跃 他又特别调皮的人 他他就是就喜欢谁 他就老想去逗谁 并且呢 他可能也是想就缓解一下 你爸的那种焦虑的情绪 他就老去老去想去挑逗他的那种 然后他自己也说 那个就是他就没事了 就是想逗逗你爸的那种 他之前也这么说 然后再看他那个眼神 就是你给我看那个视频里面 他的那个眼神 我的妈呀 我脑海里面就是两个字 公主 就好傲娇的那种 然后就是好好可爱呀 当年是他的这种撒娇吧 这种他傲娇 你不觉得恶心 就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是很女生 就是一个男的 你觉得感觉还没有阳刚之气的 这种不是这种的 完全不是这种类型的 他不是说外表形态 或者像这个 而是那种内在的那种感觉 他有一点像公主的那种傲娇 内容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就是说是你就是 所以才会让人这么喜欢他 你知道吗 就是就像公主一样 然后又矜持又轻贵 但是呢 他呢又是一个很善良 又很包容的一个人 他你说他那个就是 不是他去扯你爸 那个腰带那个事吗 然后还有一次是不是他们在拍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就是 你爸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 西服 然后你妈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然后你爸在那照相 然后再在前面可能马上要开始拍了 然后他在后面拿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棍子 去在你爸背后把他衣服挑起来 真的我跟你说 我对那那个那个那一幕就就是印象特别深 我就觉得他真的太调皮了 然后就是就是 然后就是得那得跟你爸就是关系有多好 然后呢这样子做他也知道你爸不会去生气什么的 所以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 有的时候我就想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在一起氛围 氛围感那么好 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俩关系很好 我就想这个 那个点是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是因为一种信任感 就是他们俩之间 可能他们自己都意识 没有意识到就是对 对彼此就是那么信任 就是这种信任 不是说那种狭义的信任 就是一种很广义的信任 比如说就像这种的 就是你我给你俩闹 我去拽你的衣服 我去那个你在这拍 我在后面用勾 用那个棍子去挑你的衣服呀 我就知道我跟你开这种玩笑 你也不会跟我生气 然后我在 比如我在片场里面给你揪咪什么的 你也不会跟我生气 然后完了那个 就是我对你可能 比如有战姐在偷拍 就像你刚说的 有战姐偷拍 然后她跑去 然后逗你爸 然后把你爸往过转什么 她也知道你爸 不会生他的这个气 所以呢 这就是 这就是他就是 跟你爸之间的 有一种信任感 他知道他这么做 他不会生他的气 就是他不会因为 就是这点小事情 然后就跟他计较什么的 所以呢 他就是觉得 跟这个人的相处 他是很放心的 他想干什么都可以 就像是我跟我的一个 就是好朋友之间也是 就是我跟我 特别好的朋友之间 我是说话 是不会去思考太多的 就是我想怎么去表达我的意思 我就怎么去表达我的意思 就是我不会去想 因为我知道 我怎么说 他都能够理解我的意思 不会误解我的意思 我不需要小心翼翼 我觉得这就是 你跟一个人那种 有信任感 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跟我的朋友之间 就是那是要经过 很多年的那种 磨合 就是相处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模式下来之后 我才会有这种 这种信任感 和安全感 但是你看 他们俩拍的手 其实他就没有 过多长时间 但是他们俩之间 就有这种信任感 和这种安全感 彼此的安全感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是 就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灵魂 和他们的性格 太契合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又看到 你妈对你爸呢 就是他又是特别 他是很有底线 和原则的 他又不是说 是我那个 就是给你疯起来 玩啊闹啊什么的 然后你看你爸 就是在那 那个就是他去抓了 他胳膊的那个 那个视频吧 其实就是你爸困了 挺困的 在打着哈欠 然后他转过 他转过来 他其实他自己的表情 也是挺木的 我觉得他应该 也是挺困的 然后转过去 然后呢 就是捏了一下 就是很 抬起手 就去捏了一下 你爸的胳膊 其实我觉得 这个地方就是 有那种安抚 然后就是 哎呀你这么困 然后我很心疼你 然后去捏了一下 他的胳膊 然后就又转身走了 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 特别自然又流畅的动作 就一点那种 刻意都没有 所以你就感觉到呢 他闹归闹 然后他该 就是对他 特别好的时候 他又对他 很伤心很在乎 然后包括 然后包括那个 吃醋 那个太明显了 就是那个 谁跑过来 就是 然后他跑过来的时候 然后完了 就是他看着 他们俩在说话 然后完了 他就有点那个 不太高兴的 那种表情 这个表情 也是特别真实的 我猜他自己 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一幕会被拍下来 你说的那个 红黑西装的那一幕 我记得 我靠 当时他是拿棍子挑的 还是拿扇子挑的 我忘了 我还记得一幕 就是 把逼他 要找扇子 结果那个扇子 是在我妈那儿 也是在那一场 就是他们要拍 那个红黑西装的 物料的那个时候 就是像你说的 太神奇了 像你的朋友 包括我的朋友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都要经过 好多年的磨合 但是他们在组里面 短短那么几个月时间 到八月份是什么 三个月左右 对三个月 三个月还不到 这个八月八号的时候 三个月都还不到 我靠这两个人 就已经到达了一个 灵魂高度契合 就像两张拼图 严丝合缝的 拼到了一块 这时候我就特别想 给他们俩高歌一曲 这就是爱 谁还能说这不是爱 你知道就是 他们俩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是真是 只是一个好朋友 这种的 就是你可能跟他之间 形成这种信任感 也就罢了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又有那种 就是跟朋友不一样的 就是吃醋 这是不可能 朋友之间 我觉得不可能 有这么明显的 一种吃醋的行为 然后完了那个 还有就是 看着他那么困 然后去摸他的胳膊 就是掐了下他胳膊 什么的 这个我就觉得 这不是 这关系再好的朋友 感觉也不太会像 有这种 这种小情侣般的反应 你说的那个扇子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用那个棍子 在背后挑 你爸衣服那样 当时 我因为看的还挺早的 我就觉得 哇这个人 怎么这么调皮 这么淘气 那个扇子的事情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因为当时看的那方面的物料太多了 脑子里面可能会有点卡壳 有点搞串了 可能因为那个红黑物料里面有一幕 其实是妈咪拿着扇子的 就是他们录的有一段口播 是口播还是啥 忘了 他们两个人就是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最好品 而且因为下意识嘛 人脑不会有太多思考的时间 这个下意识才是最真实的反应 他们两个人真的 那个物料太多太多了 我真的我看了好长时间 就是之前 就是感觉那一段时间 就那一两个月 就天天只要你在B站刷 你就能刷到新的视频上 就是你没看过的 然后最近不是还有好多那种原生的什么的流出来吗 都以前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 说起这个我爸爬耳朵的 他有一个新的物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就是他拍那个不睡花园的时候 就是有一幕是那个工作人员跟他对 就是问他就老婆管钱怎么办 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他自己没有私房钱怎么办 我爸他的回答就是 就是我爸怎么回答 反正就是老婆管钱 管钱天经地义一副这个样子 然后说这也没办法 然后人家说 人家说真的很想要藏私房钱的意思吗 然后他就说实在不行 就放袜子里面找不着 然后这个视频底下一大堆的大笑女 全部都在at妈咪跟妈咪说快点翻袜子 然后还有说会不会洗袜子就是这么破的 因为因为洗了超有私房钱的袜子 但是我觉得洗袜子这么坏掉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妈咪他当时 就是在把鼻说那个洗袜子坏掉的时候 妈咪他是一个心虚的一个表现 就是如果说他是发现了这个那个私房钱弄坏的这个洗袜子 他不会是这个反应 就是他会很理直气壮的 这是因为你藏私房钱 所以他才会这个洗袜子他才会坏掉的 这个样子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藏在袜子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像我小时候藏那个零花钱 我都是往高处藏的 我藏在那个很高很高的柜子上面 这里就是我妈一般不会去打扫 要藏在这种碰平常碰不到的地方才会比较安全 就是我看了那个就是你的那个视频里面嘛 好多地方我就觉得就是就是你妈对你爸就是特别宠溺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他很他很照顾他的那种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对这些也是他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 就是对对他有多照顾的这种 虽然说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好 因为其实我看很多采访嘛 就是很多人都说他性格很好 包括就有一个那个男明星不是说过 说是那个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因为他性格特别好嘛 然后我觉得首先是他这个人肯定是是特别好 但是呢他不是说那个对谁都会像对你爸这样的 你看我觉得就是他对一个朋友再好 然后呢他不至于说是会去给别人讲这些 会那么就是不藏私的给人家讲很多戏 讲这个该怎么演怎么着的 而且其实呢我觉得你看 他他他能把他这个心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完全毫无防备的讲给你爸 然后你爸呢又是那种全盘的给你吸收过来 他一点都不觉得说他是在卖弄 他反而觉得说哎他说的就是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俩就是很快能形成的一种那种 就是默契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他就很快这种信任感和这种安全感就形成了 就是就是他们这样就就这一点上特别的契合 对啊因为像我妈这样子的教在圈子里面估计很多人就不会把他当成是一个善意吧 但是我我爸比他就是真的了解我妈他就是就是为你好所以才教你这个样子 他能够听得进去他能够吸收他能够就是愿意跟着我妈的思路一起去思考怎么怎么做对吧 对吧 我要被笑死了好吗你为什么要藏死藏零花钱 为什么要藏零花钱不让你妈知道的这太搞笑了 说实话这就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特别难得的了 因为像这个圈子里面每个人都是带着心机的 你你永远不知道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的这个人 他背底里面会是在这么说你对吧 因为我不是离异家庭吗然后我是拿两份零花钱的 我不能让我妈知道我爸给了我多少对吧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妈也不会说是他就是逮着一个人 他就会给人教这个东西他肯定也是就是通过一些细节或者聊天 他感受或者是一开始这种轻微的这种试探 就是他发现你爸能接受这件事情他才会这样子的 然后慢慢的发现然后你爸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所以他完全的不藏私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说 他们俩后来他没有结绑没有提纯这个很正常 因为他们俩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 就他们俩这种性格就导致他们后面 他们俩就选择就是不可能来一场撕皮大战 然后把那个粉丝撕开然后各自提纯 然后我两个人还要撕一撕我们谁更厉害怎么着的 就到最后也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是就是 他们就是你都不说他们俩人有这种爱的这种关系在里面 就算是没有我觉得即使他们俩这样两个性格的人 他就不会最后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跟你说那个拍耳朵的那个我听了 我当时没给我笑死把把那个钱藏到袜子里面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的点就是就是不是说他 具体他他怎么去操作这件事情 我看到的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如此认真的去参与 这个已婚的话题藏私房钱的话题 他他就特别接地气这个回答特别的接地气 而且呢他很认真的在就是参与这个话题当中 我就觉得好好笑这就真的是一种已婚男的一个自觉 你真的是你阿爸亲生的橘子皮 就是连藏私房钱你都有一手 从小都知道要怎么去藏私房钱 我之前有一次做视频 我忘了是哪个视频好像就是超越女演员里面我妈那段话 引发私逼的那一段话我的我的理解 我当时就说就是退一万步讲 哪怕他们两个人不是情侣也是非常好的关系 是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是真的就是我手把手毫无保留的在教你 而且就像是最近出的一个访谈 那个巴逼他不是说他想做那个赛车手 这是他很早之前就有说过的 然后后来妈咪他有接受采访 他就直播那个跟一个姓林的大哥直播的时候 他说他想要做那个赛车经理人 我妈他当时是说这是一个陪伴的过程 就像一个千里马需要一个伯乐一样 就给我感觉好像不论我爸他想要做什么 我爸我就是我妈他永远想为我爸托底 那个样子的感觉 啊就想要做他身后的男人 然后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之前有一次 有一次采访问我爸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 他说他想他想要一台跑车 哎然后说完这个之后本来都要转身走了 又立马转过身来 说了一句什么 我自己可以买 你这是在说给谁听 你这是在怕谁 怕谁给你买一辆跑车 对呀对呀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他他一直想为他托底的这种感觉 而且就是他陪伴着他成长 然后那个给予他给他一些建议 然后让他慢慢的有有所改变 然后一步步的善导他就越来越好的这种这种陪伴 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好 不是有句特别俗的话就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吗 放到他们俩身上好浪漫的 我爸他真的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已婚的气息 这能怎么办呢 我要笑死好吗 你总不可能是给粉丝说的吧 粉丝集资给你买辆跑车吗 我可不相信 你自己可以买 哎呀我的天太逗了 这绝对就不是说给粉丝听的呀 对呀我们当时就说这句话也太此地无印三百两了 谁能够给你买跑车呀 我跟你说抛开所有所有的不说 我就没有见过哪个男明星像他一样是这么节敌气的 天天的就是你好歹你也是一个idol吧 就是又是这种帅气的idol 和我以前看到的那些人不一样呀 画风完全不一样呀我的天 不算idol 他不是idol出身 idol是另外一种选秀那种 或者说是那种 跳舞参团这种算idol 他是那个算演员 但是算是有流量的演员 但是有流量的演员也没有像他这样 你已经在给自己立一会忍设 人夫人设 爱旧无语 而且他立这个人夫人设 还不是说让别人来梦自己 就不是不是立那种 嗯我是你们老公啊 这样子啊这样子的人设 而是说 而是说哎你们爱干嘛干嘛哈 我是一个有有家世的人 啊对啊我不太懂这些 我以为说是这些 那个年轻一点的男明星都 男明星和女明星都叫idol 不是这样子的吗 我不我不懂这个idol的意思 我以为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就是反正 看着他就跟别人特别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照照照片啊拍什么的时候 啊是帅死了 然后一张嘴一说话 我天全是柴米油盐烟火气 简单点来说 就是霸气十足 他以前真的不这样 所以说领真的是 其实是风水领的领吧 啊就是直接一分为二了 这个风界线特别的鲜明 看他以前的再看他现在的 谁看了不说一声绝 对而且他以前就是那种小男生 阳光男生一样 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经常女友像一叶 然后呢现在呢 就感觉就是一个沉稳的老父亲 尤其是就是后面出事以后 然后他就变得特别的沉稳 然后很多话呢就欲言又止 但是呢你又能够感觉到 他内心的很多的想法 就是一个操碎了心的老父亲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看着你爸 就压力特别大 我就特别的希望 就是他能够轻松一些 就是轻轻松松的吧 我觉得人如果是在 有很多事情里面 如果心情太过沉重 积累的负能量太多 然后他会就是 会对这件事情会很厌倦 就是会过得不开心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 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言论的时候 比如看到 有些特别不想看到的画 特别不想看到的新闻 然后看到那些撕逼大战 什么东西被掐了 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怎么说呢 如果觉得心情已经非常不好了 就别去看了 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太耗费人的激情和热情了 其实你知道就是我 我就是作为我来说 我对他两个人的 对你爸和你妈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不管是你爸还是你妈 我就希望的是 你们不要去承载别人的梦想 不要给自己添加那么多的负担 你们好好的就行 就是你们自己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你天天不是说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好吗 你们两个人也是 你们就过好你们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生活 不要说是想着 我要对粉丝负责 我要对这个负责 我要对那个负责 我要存在着多少人的梦想 是不是我站的 站不到那个位置 我会让大家失望 我会怎么样的 我觉得我特别的不想 就是他们会有这种的心理负担 我觉得如果是长期这么 这么负重前行的话 会太辛苦 会慢慢的对这个工作和对 甚至说对粉丝都会失去这种热情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我不想说是 虽然说是你妈咪的事情 就是给我们带来的伤害都比较大 但是呢 我不想说让我一直在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 这种负重前行 我还是希望我每一天 想到了她都是开心的 就是想到她跟你爸两个人的这种感情 我都是甜蜜的 所以我跟你说 我真的觉得好多太太都特别了不起 就是在任何时候 他们都坚定稳定的输出他们的产出 就是真的叫做稳如老狗 哎对不起我也不是想骂人 出人间到怀里有闪现的这几个字 就是形容特别的稳 然后呢大家也都跟着一起 心态就特别特别的稳 我迟到通俗的讲 就是稳如老狗 还可以说稳如泰山什么的 对不起太好笑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说 我喜欢这个明星 我对她的只是就是我喜欢她罢了 我不需要她为我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种 你我之间不需要有太多的牵扯 就是我单方面喜欢你就OK了 对吧 你也不需要有太大的负担 就是我喜欢你肯定是有很多种原因 比如说我看你他妈长得好看 我看你 我看你唱歌好听 我看你演的戏好 怎么怎么样 都是原因啊 就只是我喜欢你的原因而已 对吧 今天我们怎么了 我们跟这个狗干上了 你白天 白天我都忘了 你说你什么来着 你说什么狗来着 然后我当然说 你怎么还这么说你自己 而我就是不希望就是你有那种负担 就比如说我希望你变成怎么怎么样的人 然后你有这个压力去这样子去做什么什么的 我之前也经常说他想要怎么做 只有只是因为他自己想这么做 而不是说我想让他怎么做 他去这么做 说上绕口令了 因为我我今天睡觉之前 我跟你说 我像脱缰的野狗一样 我我我说 我需要有一个帮忙拴住绳子的你 是我睡觉前说的吗 应该是我睡醒了之后跟你讲的 对呀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你爸这边 就现在他其实也是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些橘子们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一波这一波粉丝 其实真的都挺理性的 没有说是不会说是因为他不发糖啊 然后就会发疯 然后就会下山就会下头会怎么样的 真的大家我觉得大家基本上都特别的 反正我看到的所有的up也好 或者说是那个微博的那个大粉也好 也不是说大粉啊 就是粉丝比较多的这种人也好 就是每天发表的言论都非常的正向 就是不会说是因为 你那个就是都都还挺理解他现在的一个处境 都觉得他处境不太好 然后也不会说是因为这样子就下头 然后觉得他这一点没有做好 我们就不开心 那点没有做好就不开心 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 我今天晚上还睡觉吗 不要睡觉了 好了太好笑了 脱缰的野狗 我当时一听那个行人 我心想你真是你阿爸亲生的 你的茶狗子阿爸 然后生了一个脱缰的野狗 因为我一磕糖就会那个控制不住我自己 就无论是笑啊也好 然后还有说出口的话也好 我这个大脑都有点不太过脑的样子 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是打算就是安分一点 最近还是就是打算 哎 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磕磕糖 不出去看别的了 对能别看就别看了 就在这待着挺好的 然后真的是就磕磕糖就好了 就是慢慢的就保持自己的身心都是愉悦的 然后生活是开心的就行了 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千万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嗯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种子细备 title 这种子细备的魅力